何必領老人會對鐵東中部的中心 客室、快樂客室非常的努力 開辦了很多課程 今天基金何必領老人會書法選擇 今天明明是頂竟書法的客室選擇 也讓大家看到這頂中部的外國勞、外國勞的精神 我現在開始四到六月底 在何必領的道士館三樓店出 歡迎鄉親擁有節目觀眾 這一百一百的作品 每一百都是中部的非常用心的選擇 何必老人會書法班班長蘇慶榮標示 這些書法可以讓心情來、增加修養、得下心心 因為這些書法實在要有耐心 要有興趣 小書法也是很好 有一種的修養 是說百里、創生 大家種種是很好的一部分的書法 我簡單說一句話就好 我本身也是以前在做工在抓夢子 也是說退學時要加減來寫 以前也想說 以前在吃一個春年 就要來買 現在來學校 學校就不用買 給他寫出來寫 我們寫學這數碼就是興趣 那時候 何必我們寫副府、寫副區 如果有過年時間 如果有寫春年 都會來寫我寫 還要寫的時候 寫、寫、寫、寫 我聽人人在說 這老鼠、老鼠 我實在開始 沒有那種人做老鼠 但是聽起來 寫了 計劃好有這個 成績對 我覺得也很好 其中有一百作品是 使用竹刷來完成的神經 寫這百神經的作者 林文雄表示 為了寫這百神經 吃了三天的素食 並用了三、四點鐘的時間才完成 寫這個神經 是用那個 租房、租書寫的 我寫的時候 有吃三天的素 所以這個 對我的印象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寫這一個 花了三、四個小時 這個是我心中的 那個印象非常好 透過電腦 不然讓中部有一個 典型的舞台 也讓來看電的人 還是到這段 中部的 辛苦典醫生 臨人的補貴經驗 繼續競現 讓社會 讓社會 進行和和海進步 新中華新聞林浩 何美 蔡宏報道